特朗普任内 美对台军售的次数逐年增加 从2017年、2018年的每年一次 到2019年的三次 再到2020年的翻倍增长 仅2020年一年 特朗普政府就向台湾售卖了六次武器 包括F-16战机、火箭炮系统 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等 其中不乏攻击性武器 不仅如此 美国反华势力为了打压大陆崛起 还不断祭出制裁手段 美国总统选举后 特朗普连任失败 但却在最后的任期内 变本加厉地打出所谓反中牌 12月11日 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2021年 参众两院共识版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也被台媒称为 是所谓的反中护台法案 不仅如此 2017年美国通过的 2018国防授权法 就鼓吹所谓台美军舰护防 2018年 特朗普又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表达支持所谓美台高层交往的意愿 其实按照台湾关系法 高层访问是美台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个访问 2020年8月 时任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长阿扎曾访台 短短四天的时间 美国除了给台湾带去莱猪和失望 什么实惠也没有 同年9月17日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 民进党当局连最关注的 所谓台美贸易协议也没有得到回应 两个月内 连续两位美国内阁官员访台 没有给台湾带来任何实质帮助 2021年1月9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 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 民进党当局忙不迭表示感谢 此后又传出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2021年1月13日至15日访台 不过民进党当局还在欢欣鼓舞之际 这趟旅程突然叫停 让绿营尴尴尬至极 回顾这四年来 民进党当局病急乱投医 不断进行台美勾连 妄图以美谋独 首先民进党当局接连派员赴美活动 加大对美亲台人士的游说工作 歪曲抹黑所谓大陆打压台湾 试图紧密贴靠美国的西方意识形态阵线 其次在军事交流互动上 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 对美释放希望美军舰停泊台湾港口 或与美国加强军事类演习 希望美加大介入台海 为台撑腰 第三 在世卫组织大会举行前后 绿营也是小动作不断 挤入联合国体系的贼心不死 可悲的是 民进党当局的所谓种种努力 结果无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民进党当局进行的各种台美勾连 凸显了绿营及美国方面 对大陆对台湾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焦虑和慌乱 但台美勾连这条路只会把台湾带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让广大台湾同胞陷入前途难测的处境 另一方面 这也充分反映了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一系列举措 对美台产生更大压力 历史终将证明 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两岸统一大势势不可挡